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就能把速度的每个字取出来 但是方向循环在别的语言对付其他 别的语言的速度是绰绰有余的 对不对 因为别的语言速度就是所以速度 而且下标是连续的 而在PHP 就因为什么PHP的速度灵活才怎么能填住PHP速度的功能强大 那就是因为灵活所以PHP的速度它有一些自己的个性 什么呢 下标所以速度那下标会连续对 那封循环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另外咱们光连速度 封循环也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封循环就不是便利PRP速度的一个主力 对吧 但是有用到的时候不是说能废弃的东西啊 有的时候能开发都不用到 所以说PRP就专门为PRP的速度开发了一个FullH语句 这FullH语句别的博不能干 就是干嘛的 就是给我们便利PRP速度的 对吧 语法很简单 既然能学过循环了对不对 它就是循环的结构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呢是上节课我们说的什么 Full循环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的一个速度 我们也不用取速度长度了 我们看一下FullH便利 它的语法 它的语法很简单 先说一下第一步的语法什么 FullH 后边需要打括号 如果一条语句的话也可以省略 咱说了这样我就不提了 尽量你可以别省略 对不对 那它的语法 第一个语法什么呢 第一个语法 看什么 就是FullH 第一个参数是速度 记得吧 然后中间有个I字的关键字 然后这块自己起的变量 这变量一定要叫做自己起的 自定义的变量 为什么我一定要提到自定义变量呢 因为以往讲证的时候我这写上变量 那好多人同学都认为说这个变量是不是必须叫这个名啊 不是的 自定义的就是吧 然后它的特点语法上知道了吧 那我们来实力演示一下 数度是谁啊 是不是刚才前面他声明那个 R是数度 对不对 那中间咱们有I字 对吧 然后这边起个变量 V流 或者叫VR都行 自己起的变量 叫什么名都行 听什么 只要是合法变量都行 那它的语法规则什么样子呢 看好了 这里边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什么 数族有多少个元素 所以它的循环次数决定了于这个第一个参量这个数的个数 听懂吧 比如说什么一部数出在这儿里面写 里边是不是有八个数元呢 对不对 圈A 你看咱们会数个什么 对吧 拆心一下是八个圈 所以循环个数是不是决定于这个数据的个数 我这话再来两个对不对 XX YY ZZ 看一下我这边又来了几个 XYYZZ是不是加了几个 我们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多了咱们 所以4H的循环次数 咱不用说可能像上一节课咱们介绍的 这个还是抗层那个函数对不对 咱们是也知道它的长度 嗯 当然那个长度 这一数 咱不去管它对不对 它自己决定 然后呢有个特点什么呢 第一次循环 将数组的第一个元素的值 复离这个变量 听懂啊 然后指针往下走一次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将数组中的第二元素的值再给这个变量 听懂啊 所以呢每次在这里边如果用到这里边的什么 这个变量 如果每次用到这个变量 那就是分别啊 代表什么 代表数组的 从开始到结尾的每个元素的值 对吧 所以这块第二个 怎么的 怎么的 FullH会将数组中的元素 怎么的 嗯 在每次循环中 怎么 依次 依次将什么元素的值给什么对自定义的变量 依次将元素的值给自定义的变量 然后在每次循环中用到什么 这个变量 即用到了当前的数组中的元素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一循环之后 这个就是分别每个值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这就是分别每个值 这点能理解吧 没办 有不理解的地方吗 没有 对吧 而且不用管这个数组是缩引数组还是关联数组 因为这个便利 咱们前面一直提 跟下标压根就没关系 是不是这样吧 现在你看我这数组是连续的缩引数组吗 没有问题吧 哪怕是关联数组也没问题 你看这块几个叫做万 对不对 这块几个叫做十位 代表 变差一次对吧 这块我起个下标叫做 方 就是这样 这都没关系 一样可以执行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不可以 所以你看一下 for h 跟风 便利去处处是 是不是才功能强大多了 也就是咱们 pp 前边声明过的所有数组 是不是都可以执行了 对吧 非常有用的一个 用 直 弄完 潜传 那些 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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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得提的很好 什么 有的时候咱用数组不光是用直 咱们还得用到下标 对吧 有的时候下标不光是拿出来用 还得因为下标的情况咱们去判断去使用一些东西 是不这样 这都是咱们经常去做的事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还有第二个语法 这只是第一个语法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有第二个语法 什么呢 看一下 二 什么语法呢 还是数组 还是自定义的变量 对不对 如果中间我再加一个 这块再加一个自定义的变量 中间这个符号很熟悉吧 是不是就是数组指定下标那个符号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4Hi的后边声明两个变量 两个变量中间用这个等号和大约号给隔开 那么第一个自动的变量就是什么 就是咱说的 怎么 也就是咱说的下标 第二个变量也就是什么 值变量 第一个就是下标 变量 看到了吗 那这样的话 想象这个循环会怎么样 循环 如果咱们在变量的时候需要用到下标 好吧 只是多生一个变量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在循环的时候 就能将数组里边的下标不给这个变量 而这个元素的值不给这个变量 那么每一次循环的时候里边的下标和值我们都能得到 是这样的吧 好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呢 我们这块没声明了对不对 这块再声明一个下标是不是自己定义的 不一定会得叫key 我为了更更像是自己定义的 因为每次都写k和微流 别人都认为是固定的变量名 所以我就叫个k 行不行 故意把这名字改成不好听的 这叫微微 对吧 很别扭的一个变量名 但是很有特点是自定义的 然后我在这话 你看输出的时候 对吧 k对吧 中间我身份就可以 区分对不对 那下标和值是不是都有了 你看一下啊 这块啊 我这块 已经不叫微流了 叫什么了 微微了对不对 对吧 下标在这边 对吧 在左边 值在右边 是不是就都出来了 对啊 那如果是二维数组怎么编利 如果是三维数组怎么编利 是不是都可以了 嵌套一下就行了 这一些是咱们价值和咱们要做的一件事 因为4H在咱们的 pnp便利速度里边 使用的几率非常多了 也就是你以后在处理速度便利的情况下 95%用到的几乎都是 full edge去便利 听得懂吧 这些便利的方式都有使用的时候 但是呢 它用到的时候偏高一些 因为它就专门为什么 为pnp的速度便利 而专门设计的一个语言 就是它除了能便利速度 它其他的活干不了 听得懂啊 嗯 嗯 那它的效率 如果跟full去比谁高啊 对 full效率是高的 因为它什么 它这里边对吧 效率也不算太低 但是呢 肯定没有full效率高 因为full就是循环和速度的使用 对不对 它在里边既然功能比full 变成速度要强 那full效率要稍稍低一些 但是不是低那么多 完全你可以使用 对吧 这不是不使用它的理由 听懂啊 嗯 这效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它的功能是不强大 什么样的速度都可以编绵 不管是所有的速度 对 还是过来速度 对 还是混合的 还是一位速度 二位速度 因为它都可以去搞定 对吧 而且它不光是可以取到 值还可以取到下飙的 对吧 full循环你就不用管下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连续的 所以那个full循环里边 那个自动的变量 那就是它的下飙 对不对 所以在full循环是和管下飙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 full h便利速度 p专门为便利速度提供的一个语句 好吧 当然它既然使用率非常高 那么下节课咱们还需要讨论一下波维生 用它做一些便利的一些实力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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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